电脑卡拿出来一下 这个有点糊 视讯看诊 医师仔细核对病患资料 因为这些都错误不得 为了方便居隔者 各医院开设视讯门诊 但是光是北市铃鱼 将有高达三层视讯门诊病患没出现 三层所有的民众 没有按照预约的时间来看诊 这面对到说我们有医生在看诊 但是没有病患 三层的民众爽约 这个数字大约是这样没有错 他们怕报道 所以到处去挂 这个确实是我们目前 遇到的难题 因为民众是我们的custom 就是以顾客谋征 我们只能尽量劝劳 北市铃鱼证实 5月12号到5月25号 短短两周时间 有14000多人挂视讯门诊 多达4000多人没出现三层病患 放医生隔着 其中27个门诊 有人挂视讯门诊却没人看诊 放医生空等 另外有六个门诊 连约诊数都是零 等于有医生没病人 连调查不少病患 担心挂不到号 到处约诊 造成医疗资源浪费 连约诊数出他的预约的身份证之号 你要重复预约 通一个区别重复预约 市长其实在当时就给我下一个降约 所以我们连约就在入口的地方 尽量给他做一个扩作 这是谢谢 连约承诺会检讨视讯看着系统 删除重复挂号 以免想看的人挂不到 多挂的名额暂去耗费等待时间 民众也得自律 有需求再挂号 让医疗资源花在刀口上 那么我们刚刚讨论到 这个中央在六都 那么设了七个儿童疫苗的接种站 那么有这个两万八千七百多人去打 那陈时中认为说这很成功 可是呢 这被柯文哲批评为是白痴政策 那第二天柯文哲就叫他收掉 那我们现在要来连线的是 卫福部衣服会的执行长 王毕胜 王执行长 柯文哲说这是个白痴政策 那你有什么感觉吗 我想从几个方面来讲 我们先讲说这个政策的需要性 我想我们社会有一个共识 就是说每一个小朋友都很重要 我们前一阵子也说 对于小朋友这个生命的陨落 每一个我们都很重视也很惋惜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那这两万八千七百多个小朋友 我们在他健康的时候 给他好的防护力 那这样子是不是一个好的政策呢 我想这个答案已经很明显了 那当时 这个柯文哲跟侯友宜两位市长 都抱怨说你要设这个接种站 就是说我们先前有讨论 那讨论之后决定要做 那决定要做的原因 就是因为也接受到很多家长的声音 那有这样的需求 那我们就决定下去做 那我们用的是这个公家 我们中央的场地 公立医院的这个人力 那我们另外拨补的疫苗 所以其实是没有用到地方的资源 那因为时间比较赶 因为这些政策有它的急迫性 所以我们就先做 那做了之后 我们就在记者会就宣布了 我想我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其实也没有这个义务说 要一一的去通知 这个我们的市府的这个高层 然后或是这些相关的人 那当然我们宣布之后 我们后续当然还是会这个智慧这些 县市政府的一些卫生局处的首长 这些那我们能够合力把它做好 所以这其实没有不尊重 一样的业务 有些人觉得是突袭 可是有些人觉得欢迎都来不及 那我想重点不在这里 重点在于说这样的服务 对于我们的小朋友 对我们的爸爸妈妈有没有意义 我觉得这才是重点 子泽兄刚刚 他说像在新北市 难道你不需要什么 维护交通的人吗 难道你不需要这个 这场地或者是什么设备吗 都不需要吗 连地方都不需要通知吗 你既然讲到新北市 那我就告诉大家 新北市我们是在这个板桥车站 的地下室 它本来就是一个空的地方 那么这个地方是属于 这个交通部铁路局 台铁局的 那我们有跟台铁局讲 这个场地不是新北市的 第二个 所有的器材都是由我们 部立台北医院搬过去的 人地也是从那里搬过去的 第三个 那里并不需要维持秩序 我想大家秩序都很好 那疫苗也是从我们 这个中央播补过去 直接播补到医院 所以应该是没有用到 这个新北市的支援 来 紫座兄 我要是这样子 你刚刚特别有提到 就是说这个 实践上蛮赶的 所以说你可能来不及通知 所以你在记者会训 那我的意思是这样子 我个人认为这个政策 没有问题 就可以补地方的不足等等 这是好事 但是我会说 就是说之前你也知道 就是说包含柯文哲市长 跟这个指挥中心 常才这个杠来杠去的 那我意思是说 既然你都知道 有这样的紧张关系 如果你事先跟地方政府 不仅包含台北市 或其他县市政府 说一声 我觉得这是礼貌 是尊重 而且你今天打的是疫苗 疫苗政策是全国性的 你不会是只有一个县市 我意思说 如果这个事情 做得细腻一点 谨慎一点 周全一点 看起来这个政策会更好 你更不会让人家找到 这个地方去批判 这个谢谢紫座兄 我想把事情做得更细腻 更和谐一点 这个我们会虚心受教 那当然我们都希望 把这些事做好 当然也有可能我们跟 这个市政府交 这个说他也会说 他不同意 这个也都是 我们也都有这个去预想 这也有可能他是不同意的 他说不同意 你更好修理他不是吗 没有啦 我想不会是这样子 其实有的时候言语上 像我想我们市长 他有时候心快口快 我想这些都没有什么 我想都没有什么恶意 大家一起把事情做好 我想这是我们的原则 真是想我是时期 想请问你 柯文哲说 打这个接种战 很多医护都在抱怨 有吗 你有听到哪些医护在抱怨 还有台北市政府也指控你们 指挥中心 都把疫情会 这个大流行的资讯 给暗扛起来 你们到底暗扛了什么吗 好 我想就是说 在医护的部分 这一点是我今天 就是最想要说明的 也就是说 常常我们做一个政策 他说有人会批评说 把医护拖累了 或者是说累死三军 我想我们这个三军 我们这个医护 平常我们就要好好的对待他们 对于他们这个权益的维护 他们的安全的考量 这些平常都要做好 更重要的就是说我们要给 我们的医护正确的观念 像国家在现在这样子大的疫情之下 医护就是我们的主要的战力 那我们除了很辛苦以外 我们也要承担这些责任 这是我们很光荣的一个使命 我想我所遇到的医护 几乎所有的医护 都很愿意去做这些事 比如说我在这个自由广场 这边的现场 我看到很多同事 都是资深的人员 包括有很多是 这个某个领域的专家 李市长 他亲自换装下去服务 我到了高雄之后 的这个场地 我看到这个长庚医院的 这个王直熙王院长 也在那里换装下去帮忙 他是肝脏移植的国际权威 为什么 因为大家都有这个使命感 愿意出一点力气 在这个国家最重要的战役之下 所以没有所谓的说 大家都在抱怨 当然我们好好的用排班 把它轮值 不要让个人太累 那我们的这个主管也要到前线 去了解状况 遇到什么状况 我觉得这些 才是这个真实的状况 我想我也想替我们的 这个勇敢的医护 讲几句话 那至于说暗侃 这个我实在是 我实在是不大懂 这个话是什么意思 我们的资讯都公开 那这么两年多以来 取得人民的信任 我们才能走到今天 那取得人民信任 最重要的就是资讯都公开 我不知道暗侃了什么 执行长请教一下 为什么儿童打疫苗 双北的这个打的比例是最低的 我想是这样子 就是说这个低跟高 有时候跟 可能是区域上面有一些不同 或者是时程上面 安排的不大一样 有一些县市 它可能安排比较后面 那后面它才会施打 那也是因为这样子 那有些家长他比较急 我接到好几个家长的电话 或者是说他们的简讯 他告诉我说 我的孩子我早打一天都好 我可能没有办法 照这个学校的时间去打 那这个都是我们需要去处理的 不过我这里也强调 学校的安排 这个才是县市安排在学校打 这个才是阻力 那我们这一次的这个服务呢 是针对还有一些漏掉的 或者是临时需要服务的 这个部分来做处理 好 那再请教一下执行长 因为柯文哲 他是台北市议员汪志斌 在6月2号咨询的时候 问说行家有没有包括 外服部的衣服会执行长 王碧胜 柯文哲回答是 王碧胜是小咖 王碧胜的学术并不是专家 请问一下你的专场是什么 这个我想我的专场是在胸腔医学 那在医疗的本务上面 那么还有就是在医务管理 在这个医务行政方面 这些是我的专场 那我最近的新绰号就是叫小咖 我回到家里 我女儿都会说 嗨 小咖回来了 我想其实对我个人的一些 一些评议我想我都不是很在乎 那刚刚讲过嘛 柯市长他是这个心快口快 那他不见得会有什么恶意 这个我无所谓 这个没关系 在于整个疫情 两年多的过程里面 那指挥中心你担任 医护卫的执行长 柯市长有没有打电话给你过 柯市长好像没有 那柯市长他比较少直接通话 通常都是跟这个黄副市长 通话比较多 或者是赖比较多 他没卡电话给你 应该是 不跟他没 没有 没 反而打给你最多的六都是谁 很奇迈吧 六都就是一定是 一定是奇迈市长 为什么为什么一定是他 不是因为奇迈市长 不是说都打给我 我要声明一下 他打给每一个相关的人 因为他都知道每一个人在做什么 那如果那个业务有需要 他就会打给那个人 不管多晚 或者是这个什么时间 他都会打过去 我们也都习惯了 那他讲的都是蛮有建设性的 那就大家讨论讨论 那看怎么做这样子 不管多晚 你曾经 陈奇迈市长曾经几点打给我打给你 我的部分大概 我的部分大概12点多吧 还有更晚 听说还有更晚的我不知道 那不是12点多吗 对 说什么说到这里 他就是会针对 一些 不管是政策性或事务性 他有一些建议 那跟我们讨论说 那要怎么做比较好这样 你12点多你还没睡吗 没有啦 没这么好名啦 这700一百天 哪有这么好名的 没这么好名 没什么都几点睡 都一两点就不错了 就因为事情很多都要处理 每天有很多事情要处理 我们光在指挥中心开会 大概就开到在11点多吧 每天晚上 大概这七八百天都是这样子吧 11点多回到家就12点了 对对大概类似是 那今天确诊是五万两千九百九十二例 死亡是一百五十一例 然后国庸棋息七千五 台北市剩下三千七 新北市七千七 高雄市跟新北市大概差不多 桃园是五千一 台中是七千 台南是四千四 另外今天这个清正跟中重 跟无症状现在是百分之九十九点六八 中症一二是重症一一九 另外是今天的死亡是一百五十一例 一五一 那累计台湾已经两百四十五万多的确诊病例 我想请教一下执行长 你怎么看台湾的这个疫情的趋势的发展 我想经过了这么这段时间 我们可以第一个我们可以发现 我们并没有这个指数型的这个成长 这个确诊数目没有一个很高的一个高峰 那反而是属于一种高原型的 那高原型就是我们达到一个高原 持续的时间 那应该会反转向下 在一个礼拜开始向下反转 现在是高原期 换句话说 现在如果是六万多 那一个礼拜后 换句话说大概六月中左右 开始变成五万多四万多将往下走 你的意思是这样吗 是我想应该是看起来有这样子的趋势 那三加四这个什么时候实施 我想我们一直都有在讨论这个问题 那我想这个考虑两个点 第一个就是说我们的医疗量能 就是说我们如果开放之后 会不会影响到我们的医疗量能 我们医疗量能是不是充足 也就是说在我们如果说我们国内的疫情 还是很严重的时候 那我们可能开放的会晚一点 但是如果我们的国内的疫情 如果缓解 那我们就可以这个 比较稍微放心的去 往这个方向走 好 那我们非常谢谢黄碧胜 执行长跟我们连线 谢谢 后来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 因为柯文哲被爆料 被这个 这个他的自己 团队的前网路行销总监 吴静怡爆料 说他洋网军 洋网军恐怕不是一两天的事 那经过这个包括 这个四叉猫 那么包括这个王敏生议员 他们出来指控 那到底情况是怎么样 等一下我们讨论 来我们先来看不需要 他觉得黄碧胜开车在洋网军 网友这样这样就在制作车 没有先听说可能定居 根本就 因为 北市府究竟有没有网军 柯文哲强势反击 不过议员续追 由开头账号三月初发文 提到一家人确诊 痛骂毫无超前部署 颜色正确 才有医生到宅 公司没薪水 隔离的时间有拿到新闻 他承认自己抽保 北市府终于认了 零性员工发文掺杂假讯息 更拥有多个账号能够切换 零性员工自己承认他的三个账号 是不是有疑似往军的行为 第一次一个人会说有点赚 议员最初更多账号来自北市府 像是S开头账号三年前 不小心公开发文 要大家提供网络行销执行成果 汇报KPI达成率 和另一个曾经推广台北登节的 A账号是同个使用者 身份就是北市官船局送信员工 北市交通局零性科长也被起底 长期使用市府IP 以K开头账号 2018年就在上班时间 替科文哲拉票 这两个账号 在被网友解明的时候 在连架做三十四级的文章 PETERLOO 2021年很新的一个账号 经常使用市府IP 上班时间 推虚文罵正常 Makalina的这个IP 就是你台北市政府最新的网军 她说简术可以直询 很离谱的直询 直求的直询 连环报数多名员工 上班网路发文带风向 北市府以个人行为撇清 不过曾经痛批 网军治国会有报应的柯市长 如今也深陷网军疑云 好 那我先请教一下这个民生兄 这个台北市政府洋网军的证据是什么 我想这一开始就是从PTT的创办人杜易锦 他有发掘其中一个账号 他在前后发文 逻辑不一致 比如说他一开始说 他要带女朋友出去玩 今年医院 然后结果到了五月份 他说他全家确诊 他老婆中重症 三个小孩发烧到四十度以上 然后好像医院也不管他 只要颜色对了才能拿到药 结果被杜易锦这样一质疑了之后 他竟然删除原本的文章 结果更大啦啦的发了一篇文章说 我就发的是幻想文 这样不会被水桶吧 事实上是因为这个账号 就是Love Arrow这个账号 他之前一直攻击杜易锦 说杜易锦呢 因为我们知道杜易锦 现在其实有他的事业 他不管在AI的部分 或者在生医的部分 他其实做的都相当的忙碌 以及成功 但是呢 他一直攻击杜易锦 说杜易锦是1450 杜易锦是绿军的网军 然后杜易锦是塔绿班 他写了非常多这样的一个攻击 所以杜易锦才会注意到这个账号 才会开始来追踪这个账号 那因为杜易锦 这个Love Arrow这个账号 对对 那因为你们有玩过PTT的人都知道 杜易锦在我们的心目当中 他叫做PTT的创世神 那他是神级的地位 你一个在PTT的乡名 你去惹神 你去惹我们的这个乡名的女神 这其实是非常愚蠢的 后来我因为查了 他们每一个其实那个发文下面 都会有一个IP IP就是大概就是网路上的位置 网誉的位置 所以我去查了 当时其实我们都要很谨慎求证 因为为了这个网路上已经延烧起来说 好像有疑似台北市的网军 是不是来自于市政府 这要查证 所以我向国发会查证这个IP 因为毕竟是政府的IP 国发国发会说确定这个IP给台北市政府用的 我也问了我们议会的资讯室 我也问了台北市政府的资讯局 都确定了这个IP是来自于台北市政府 那这就不得了 我就咨询了柯文哲 他对啊 他自己也都说我网军养过头会有报应 所以我就问他 那你讨厌说谎的人 他也说对 我说你讨厌造谣的人 他也说对 我说你是不是也讨厌网军 他也说对 结果去查了之后 我当上个礼拜四四点半咨询 他们晚上十点就查出来了 就原来我找出了杜义锦找出的那些账号 全部都是同样IP 都是来自于台北市政府 而且都是台北市政府的员工 更扯的是我去调了他们这些账号 发的一些政治文 就是在上面评论文章 评论政治的一些新闻 这些时间点全部都在上班时间 也就是说查出来之后 确定是台北市政府的员工 然后用上班时间 进行非公务的行为 而且还行政不中立 因为他骂了国民党 骂了民进党 就是在帮忙柯文哲护航 我就拿出这一个 这个就是刚刚那个吴静怡 Grace 对 他去提出的 他找到柯文哲团队 前网路行销总监 对 没错 他就找到这一篇文章 就是说原来在108年的时候 就2019年的年底 突然有一个人可能 他是想要私讯 给所有人 那应该是不太会用 就突然 可能手误吧 就发了一个公开的文章 里面说什么 他说请各部门在12月15号 缴交 网路行销的成果报告出来 而且里面还要包含 KPI的绩效 这个那时候当时引起轩然大波 因为他下面这个IP 大家要看一下 因为这个IP就是证明说这就是台北市政府的IP 也就是说他在这边发一个文章 引起了网路很大的讨论 当时说这个是哪一个网均的头子 在要求大家要把自己过去的表现全部交出来 我要来评估你 你的成效如何 所以这个你就百口莫辩 你到底在网路行销什么 还要各部门交 要不是你们一次一次的错误 然后有造谣声势的情形 否则我们怎么会去发现 那事实上你是怎么去比对出来的 那个其实这些账号 他们以前在那个 因为PTT他有很多版 几千个上万个版 然后有些刊版 他是那个班版 然后他就在那些自我介绍班版 以前还是学生时代的时候 就自我介绍说他是叫什么名字 然后那个兴趣是什么 然后生日是什么 然后这样比就多重比对 然后再加上IP的时候 才可以对出是同样的人 因为其实我们都要先感谢 这原始的这个错爱这一篇 就是有他当线头 他当了线头 我们这几天这个端午节 年假一口气拉出了五个人 十几个账号 然后网军造谣带风向 那你找到了台北市政府 哪五个人 首先是这个就刚刚提到的 就是说他在两年前说要提出KPI 然后他除了这个以外 他有一些其他的 就是说他称赞学姐很漂亮之类的 然后还有贴一些那个台北市政府的 宣传的那个新闻 今天有一张Q版的图给各位看 这是网路上面网友做的 那就是把四叉猫还有所有网友 到目前为止 我们所找出来的这五个很清楚 他是在台北市政府 各个不同局处上班的这些人 包括官船局 包括交通局 还有在基金会 五个不同局处上班的人 那他们的姓名 他们的大名 那刚才其实敏盛议员 他其实讲到了说 我们国家所有的网狱 其实在公家机位管理的单位 是国发会 国发会会知道说 我这个网狱是交给谁 交给谁 所以国发会你去查了以后 你会知道说 原来我们117.56.185.178 这些都是交给台北市政府 它是属于一个叫做固定IP的一个概念 所以你只要有117.56这样子的话 他都是在台北市政府里面的网狱 对不起 那刚刚那五个人可以把 他在服务的单位 然后他的职弦说出来吗 因为IP不代表个人 但是IP经过交叉比对 就像4X猫那样 我这个IP他什么时候登入 在登入的时间点上 我只要去调出那个时候 上网的电脑 那个还有上网的手机 是哪一些交叉比对了以后 再比对他在PTT上面 曾经的发言 一比对我就会知道是谁 所以才会有这五个人很明显 而且这五个人 他们自己都承认了 包括了市长的随行林伯瑞 他是自己自首的文 然后林怡明就是勾印七十 就是北市会展基金会的 他也是自己承认 然后运输科的林玉生 他也是自己承认 宋承恩他也有出来讲 这些全部都他自己出来讲 我搞不懂的是 这台北市政府的发言人 现在我不晓得他是代表自己 还是代表台北市政府 他又出来讲说 不不不 他说你们抓出来的这十一支的这个账号 十一支的这个IP 其实有错的 只有四支 那个是属于这个台北市的网狱 其他的都不是 那我觉得很奇怪 四支是这不叫网军 三人都成虎了 四支还不叫网军吗 而且我补充一下 他第一个被我们抓到说 那个错爱的账号 他自己承认他一个人就在 PTT当中三个账号 一般正常你不会有那么多账号 你有一个账号就在PTT上面 就可以玩到底了 而且我们在公家单位 你就知道 你在公家单位 你使用公家的网域 使用公家的电脑 像我们以前在行政院 你每十五分钟 他就把你自动登出一次 那你如果说我要长期的停留在网路上面 甚至于我要使用外网 就使用我要去FB 我要去PTT 我是要开权限的 一位稍待我一下 柯文哲今天对这个事情 他说我没钱 养什么网军 如果你把它想一想说 有没有可能 他其实是用国家的资源 公家的资源在养网军 所以我们今天查出这些 为什么都是查台北市政府的IP 因为他在这个IP长时间 而且不定期的账号 一直在发文 表示他是固定 人会固定在那边才会这样发 否则他的IP应该会不断的变动 固定会在台北市政府 他这些人做的事情 就是在上班的时候 用公家的资源 罵民进党 罵国民党 然后称赞柯文哲 你的意思是这样 那有没有造谣 有 今天已经非常确定 本来他们我在上礼拜 咨询他们说其中一个账号 在造谣的时候 他们几个小时 之后很快速就发了一篇新闻稿说 没有 他在讲自身的遭遇 抒发个人不满的情绪 无造谣事宜 是 无造谣情势 那现在确定他造谣吗 确定他造谣吗 对 当初他po的文章里面 有确定他的会展 基金会执行长就说了 对 他承认他其中有说话 如果因为造谣的话 其实是有犯法 对 我们从刚才讲 这个会展基金会的零性人员 因为他这个他是一个是 比如说市政府外的一个基金会 那今天这个零性人员他上班的时候使用PTT 但至少他应该是个约聘人员 他可能就是客人下台 他就没有工作了 那他为政治服务 这还可以稍微理解 我比较难理解是什么 他有科长 对 是市政府的科长 这是正式透过国家考试高考及格才可能当科长 照理来讲一般公务员 他基本上我不要偏两个政党 我就是把我的事情做好 而且我是市政府 我管市政不用管到那个 什么更高层次的东西 可是你包含这个市政府交通局的 这个运输资讯科的科长 林玉生 科长 他基本上能够干到科长 从高考及格大概要二十年才会干上科长 是 很漫长的过程 下面还要经历鼓掌 然后才能闹科长 还有这个光光发展科的科员宋承恩 你们都是经过国家考试 你们本来就应该超出党派 结果你们不但不超出党派 还利用上班时间 还利用公共资源 来帮柯文哲造势 来为民众党在那边 好像发文 就是完全超越了一个公务员 基本的立场 我非常大胆的怀疑 是不是用这个方式来讨好柯文哲 来获得升迁的机会 我觉得我们中央政府要关注这个问题 因为如果每个地方政府都这样搞的话 这个林玉生 他一个科下面有十二个人 如果一个科长都这样干的话 因为这样升到副局长的话 那我们十二个人 我们是不是要找 我们也跟你学 所以我觉得是不是只有林玉生一个人 还是他下面十二个科员也在干这个事情 因为他有样学样 所以我觉得上梁不振下梁歪 如果都是如此 科员就想要挨挨 我说了一实话 我没有钱 你没有钱 所以你有什么 你用公共的钱 你用公共的资源 做你自己的事情 我觉得这个是叫公器私用 公器党用 我觉得这个是绝对不行的 好 那这个被查到以后 全部都被删除了 本文已被删除 就是那个ADLIB那个人 那个是宋先生吗 对 本文已全部删除 删除了非常多 那我想请教一下四叉猫 为什么他需要删除 我跟你讲 其实这个应该是有受到高人指点 而且不只他删除 因为这几天我挖了很多人出来之后 因为PTT 这个PTT 他每天 每个礼拜天早上五点会重新开机 然后重新开机之后 所有删除的那个计数都消失不见 所以你要神不知鬼不觉的 不让人家发现的话 就是礼拜六的半夜偷偷删除 所以那个其实那天半夜 不只是他还有爱错什么的 就通通都一口气全部删除光光 还有那个科长也是同时删除 其实科长不删除 我们还不会发现 他就是跟着删除 所以我们才发现 然后你看像这个是那个随行助理 随行摄影 随行摄影他就是 成什么 成波 对 他就是都会在推文里面 支持黄珊珊 然后还有那个 我们可以再看看 还有所以他除了当摄影师 还要做这个工作吗 对 人家说你就真的喜欢黄珊珊 你不要这样子 还有这个是新公处的 新公处这比较有趣 新公处这个 他会开两个账号 一个账号就先贴文 另外一个账号在一到三分钟 就可能登陆换账号的时间 一到三分钟马上虚自己的文章 你可以看到他发的文章 就例如说蔡英文执政满五年 然后列出十大政绩 然后他下面就马上就虚自己的文章 就自己作囚给自己党 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其他人 就是例如说叫其他人跟着虚 但是就是他就很爱贴执政党的一些新闻 去让人家虚报 然后他自己也是 就是自己也会开账号虚报 我也是要强调一件事 如果今天柯文哲 他私人聘请的助理 在外面自己自己的钱 自己聘的助理 你要在网路上干嘛 我们管不着 第二个 如果你是党部 你自己民众党聘请的助理 要去做这件事 我们可能也管不着 可是偏偏 这个是台北市政府 用的是人民的纳税钱 去聘请的所有的员工 来在每天不做上班的事 你有正事可以做 但是你都在网路上带风向 我要跟那个大家报告 网均不是只有造谣 网均也有会来带风向的 所以他们在上班时间 发送这些政治文章 然后不管是骂谁 几乎那个脉络都很明显 我要补充就是说 其实短短的时间 台北市政府已经被抓出这五支了 那其实这件事情 为什么会引起大家这么大的讨论 是因为你柯文哲之前对待网均的 指责别人养网均的那个态度 那所以你其实定了一个很高的标准 因为你曾经说过 网均民嘴治国迟早遭报应 民众党还特别做了一张图 发在脸书上面 就是一张柯文哲的照片 然后说1450不是都市传说 是真实存在民进党有网均 好了 那如果你认为这件事情 这么的不合理 不可以存在 然后他们迟早遭报应的时候 那回过头来 大家就觉得 如果你的网均是这个标准 那你也应该是这个标准 而且你不但是应该要用最严格的标准 你竟然还可以让这些公务员 应该要行政中立的人 领国家的钱做你党的工作 甚至做你个人的工作 因为他们发的文 看得出来 每一篇其实目标都很一致 就是攻击绿营执政党 那所以这个样子的话 你柯文哲就应该要用你指责别人的标准 去检视自己的标准 你如果用同样的标准的话 你的发言人就不会跑出来说 他们只是个人情绪的抒发 这不是情绪抒发 这个是造谣 因为这位公务员说他确诊之后都没有领薪水 但是你是公务员 你不但有领薪水 你还有补贴 那所以这些东西是不是造谣 你当然是造谣 那在这种状况底下 我觉得柯文哲的态度 应该要跟大家说明 你对待别人的网军是这样 你对待自己的网军是不是 还有你那个发言人 给我出来道歉 胡说八道 好 这个发言人说 台北市政府发言人陈志涵说 有些选举蟑螂 一到选举时间就到处赚 他强调 如果有市府洋网军的证据 欢迎检举 千万不要帮市府掩盖 他说用影射的方式 跟薄弱的证据 硬要把不同的市府相连结 抹黑台北市政府洋网军 污辱大家的智商 来 来 这个我不晓得陈志涵是不是蟑螂 我想应该不是 来刚才我们看到 love arrow 就是错爱这支 错爱这支 就是观传局的宋先生 那这支就是错爱 那错爱 他登陆的时间 这是杜义警把他抓出来了 每一天早上八点上班 下午五点下班 然后礼拜一到礼拜五 这是他在PTT登陆的时间 他发文的时间大概就是这样 早上八点到下午五点 然后这是勾印七十 也是一样 早上八九点上班 然后到下午五点上班 三个都同一个人 对 那我想请问的是 那公务人员或者是拿公家钱 每一天 这个早上八九点登入 然后下午五点登出 你在上班是在上什么班 你是在上PTT的班 你上班的内容是什么 你是在骂执政党 你是在吹捧柯文哲 那你如果上班的内容是这样 不是拿我们的纳税钱 去付你的薪水吗 你有没有搞错 那所以蟑螂是你 陈志涵是蟑螂 还是这些的网军是蟑螂 所以我搞不太懂 台北市政府 台北市发言人他们的态度 师姐你刚很生气 叫陈志涵出来道歉 因为陈志涵就睁眼瞎话 这些人就是造谣 就是公务员带头在网路上造谣 然后台北市政府完全不认错 还叫大家找证据 四叉猫已经抓了这么多证据 你是没看到吗 四叉猫来 我跟你讲看证据 直接看那个科长的道歉文 他有昨天晚上有发文跟我道歉 然后就是发文说不好意思啊 那个那个骂到我 骂到苗博雅什么什么之类 然后跟我道歉 但是我们看到他整篇道歉文 他其实有写 他讲说他为什么上班时间 喜欢去那个八卦版 发那个挺科文哲的文章 是他说因为八卦版 就是挺科文哲 他去那边发文就容易被推爆 所以他喜欢去那边发文 发有关科文哲的文章 那这算不算证据吗 我就请那个发言人告诉我们说 他科长这样讲 他算不算说就是一个爱去八卦版支持科文哲 我觉得人家科长的这篇发 他这个道歉文就是一个就是一个铁针针的证据嘛 对不对 他直接这样子 我觉得台北市政府交通局局长要出来面对 这个林玉生还可以去当科长吗 多少公务员一辈子干不到科长的 就退休了 我觉得今天他是不是试任 我们前年六月份 我们三立法院通过叫公务人呈戒法 他说公务员有什么样被承戒 第一个 违法执行职务 待遇执行职务或失职 我问你 上班时间 上PTT 有没有待遇执行职务 有没有违法执行职务 还有非执行职务之违法行为 也严重损害政府的信誉 今天这个科长或者这个宋承恩 有没有影响台北市政府的信誉 我必须要讲 以后大家都说你们台北市政府升迁 都是靠这种的 这个是打严重打击员工的士气 所以我们现在 我们本来是要公务员 惩戒委员会 现在已经变成了司法院的惩戒法院 这个东西你台北市政府要不要移送 所以我必须要讲 如果市政府想把这个事情 大事化小 小事化无 那我觉得会严重重创台北市政府 对于在市民心中的一个形象 这个已经不是说直往军的问题 我举例来说他成立那个基金会 那个是官方捐赠的基金会 这个基金会他叫做会展 会展产业 那相对的他成立这个基金会 一定针对是他有一个宗旨 一定针对说我要怎么样振兴会展产业 或者是做展一些事情 如果他里面我政府捐赠给他的金额 他做的是跟其实相关项目完全不符合的事情 这当然要追究啊 甚至明年度的预算还能够给这样的一个基金会吗 第二个我觉得 如果那个林科长 他说他是挂在交通局下面的嘛 交通局下面去看哪一个职长的业务 有这种所谓的这个担任网军 然后担任这个所谓民众党的打手 如果没有话 你当到科长其实很大 大家不要以为科长其实是有相当位阶的 他很多事情 其实他负责业务很重 那如果一个科长都可以用来当做这个 类似像网军的这个头头 在市府内部的发号司令 甚至可能除了官庄局之外 还有另外其他交通局等等各处 各处市还要去报所谓相关的这个年度执行的 KPI这个事情要值得深究 不是说把他说你到底是不是网军 这样子口水战就错了 我是希望台北市政府 他内部有阵风势 阵风势是最应该立刻启动行政调查的 这个部分我觉得应该给大家一个交代 好那么等一下我们来关心桃园 国民党的桃园 因为今天媒体人黄伟翰说 很可能朱立伦回来就要再换证了 换证就是张善证 他所谓的张善证要换掉是说可能要重新办一个初选 办一个民调 那张善证如果他的这一个数字不好看 那就被换掉 那事情就大条了 等一下回来去讨论 先休息一下 今天这个媒体人黄伟翰说 等国民党主席朱立伦黄美行程结束 回台就有可能启动换证 换张善证 把有意参选者拉回初选 他说朱立伦曾经私下说 给张善证一点时间 不行的话回国再说 因此桃园地方现在大家相信朱立伦会患证的情况下 持续在跑行程 那跟换证有何不同 另外 这个桃园地方人士 国民党的 议长邱益胜 跟这个立委 吕玲玲 罗志强 鲁明泽 还有很多议员参选 就是独缺 中央所提名的市长人选 张善证 这不是摆得很明吗 来我们来看不下去 大家好 今天我们跟罗志强 我们的罗议员 还有鲁明泽 鲁立伟 桃园市议会议长邱益胜 邀请参选 还不忘拍影片留下记录 把到场的人都唱名一遍 从罗志强到鲁毅玲 就是没有国民党桃园市长参选人 张善证 忽悠给党中央和主帅难看的议会 罗志强更是下站田 你真的想要赢桃园市长选举 没有程序正义 我直接跟大家讲 张善证不会赢 所以张善证要赢 就要补证程序正义 没有公正 何来善政 张善证如果愿意补证程序正义 罗志强立刻退出桃园市长选举 罗志强言下之意是 如果张善证没有补证程序 就不退出桃园市长选举 没有经过党内出选 也别想赢 驴玲也跟着赞批 必须要有这个过程 所有的支持者 才会肯定跟认同 大家才有办法团结 张善证跟罗志强两个 你会支持哪一个 他们两个都很明确的人才 桃园都欢迎 张善证四号傍晚脸书道歉 强调征召过程不够周延 但是没有换来罗志强的谅解 隔天炮火加倍 只是蓝营内部对他的不满 也开始酝酿 前国民党员李靖颖 反栓罗志强连桃园地名 新屋都会写错 怎么跟院长成绩的人论输赢 更影射罗志强是狭声量 以自重的恐怖情人 极端分子 市议员詹江春也开直播 呛瞎罗志强 朱立伦强势征召 照張善证让提早起跑的人不舒服 持续杯葛 张善证陆续拜会邱毅胜罗志强 至今仍没给好脸色 但是不满争议炒不完的人 也开始发生反制 要团结对外之前 势必先经历这场内战 看到这个新闻 这个博文一直笑 你是在笑什么 我是觉得真的不可思议 我一个这么大的政党 内部可以乱成这样 我举例来说 这个张善证 他是中常会 主席正式征召 他中常会通过 现在说不行 中常会通过的 我们还要再补证程序 你补证程序 你国民党内 现在到底有程序吗 你如果所谓的补证程序 应该是说在这个征召之前 把那个程序做好 可是你看现在又刚好颠倒 我要问的是 如果中常会通过的人选 现在可以换政 那应该是要全代会吧 应该要比中常会更高位阶 去推翻他吧 那不就是另一个换柱 過去换柱也是 这个到最后是全代会 这个通过之后 所以国民党 连一个桃园市长的提名 都可以搞成这样 而且你看到刚刚那个桃园 等于是桃园 最有力量的那些像邱逸勝 像鲁明哲 故意站在一排 就是故意给张善政 还有李玉玲 对 李玉玲 所以你可以看到现在这个 这个局就是说张善政 他觉得张善政 大概党内唯一挺他的 只有朱立伦 可是地方的那个反扑的力量很大 但是不要忘了 其实你看刚刚包括邱逸勝 鲁明哲 李玉玲 这些人 其实过去这个朱立伦 在当桃园县长的时候 其实这些人都是很挺他的 可是你看到现在过去 这个朱立伦 他最引以为傲的 这些地方势力 现在都离他远去 然后现在呢 藉由这个罗志强来拼声量 拼声量看 还有没有一波可以翻转的机会 可是我是觉得看到这个桃园市长 这一局 我是觉得这样 到最后即使说什么补证程序 再重新做一次民调 然后这个再怎么样 其实这个对国民党伤害都已经造成了 我一句话来形容 这个事情到最后就算有稍稍有转换的余地 会好也不完全 那个伤害都已经造成了 博文你也是会宣企嘛 是 那像这个未来新北市长 你如果是有什么活动 这些立委都来 議員都来 会把他找来吗 当然啊 你现在要选举 当然就是说 你看这么重要的活动 要展现团结展现气势 当然大家 大家能够到的尽量到 例如说这个市长的候选人 到了这个板桥 我们一定是议员立委 尽量能赔的就全赔 到其他地方有什么活动 我们就尽量跟在身边 当他的背板也好 因为大家一起选举 可是你看到现在是 现在的壮事 那个议长就有那么多人 结果独缺最需要来的 叫做张善政 而且张善政 他本身没有什么太多的 这个地方的渊源或基础 他其实就是要靠这些人 但是现在摆明了 这些人就是要给他难看 就是 而且你知道罗志强 他讲一句话 罗志强 他已经公开跟这个朱立伦呛吓 我坦白讲 这个这个讲的实在是 他說朱立伦是一个什么 他就是私能私格 坦白说 如果一个党主席 已经被罗志强 讲成 这个罗志强 讲成这样子 那我觉得这个部分确实 恐怕朱立伦内部的 这个领导微信 跟他的这个相关的微信 已经受到很大的挑战 不过你知道他们站在这里 推销中立五十年老店的发生堂 反而是说 其实这是你跟张善政说 如果你这样硬干 有坏事要发生 人家应该说好事要发生才对啊 结果他说坏事要发生 我不认为会换 朱立伦本来想到在去美国之前 来一个快到展乱 横财入罩 把张善政从中唐会推出来 变成桃源市长 然后头过伸就过 他到美国去就很OK了 想不到这个头过了 伸过不了 身体卡住了 他对朱立伦说你失格 失信 失能 失能是什么意思 就没有能力 甚至失能有像普丁那种 就是已经判断能力都失准 我觉得这是非常严重的指控 一个朱立伦如果今天被他说是 失格 失信 失能的话 你这党主席怎么做下去 所以我觉得他本来想要用 展现他党主席的这个强的魄力 你看我就是要让张善政 你们别人都不要讲话 来展现出他的领导力 就不但没有办法凸显 现在可以变得说是丑相难看的不得了 是 这个是黄伟翰观察 说张善政 说桃源现在是善政 但其实正在善后 快一个月了还没把事情瞧好 他说张善政在地方政治跟人脉 这一块出乎意料的不懂 他今天要当参选人居然不知道 要跟地方大咖大招呼 你说张善政被提名 罗志强还在继续行脚 吕玉玲连续市场跟地方议员 里长展现实力 他说换政不见得是不让张善政选 而是先终止张善政 是提名人这件事 大家来 再逼一遍 不能让朱立伦说是谁就是是谁 如果逼一遍 张善政输要怎样 请教主席 的确 看起来这个桃源市长 是提名风波 到现在还余波荡漾 那当然就是说罗志强 他现在讲究是说程序正义 比如说你要提名张善政 但是你这个 比如说 你要挑一个最强的出来 之前也说要民调等等 那你应该要做 可是我要讲 要说 如果真要做 要做多少 你现在做后面 这有点 这个做出来结果 难道要怎么推翻呢 以前换柱就有了 你怕什么 全待会 全待会 不是 大家也看到换柱的后果 不是吗 的确就是坦白讲 提名是一个政治 那我会说的确 这个提名的权利 也在党主席身上 那我之前就讲这样的提名方式 我认为人选是高招 但是过程太粗糙了 那出招现在就是留下一个后遗症 但坦白讲我觉得现在 基层燃營的民众是希望这个风波赶快结束 因为你一不结束 你一不赶快把人选确定 那这个伤痕持续的扩大 大家就看着好像国民党不团结等等 那我不晓得 但我不能 这个事情我没有办法 因为我没有 我不知道内情 但是如果现在再换 不管换谁 我要讲就是说 那这个恐怕又大家提到过去的换柱的风波 等等 唯一说这个恐怕对国民党的声势 也是一个重创 对 那我要讲 如果你说李毅玲 罗志强没有把他弄好 那他们不 对 现在最差的状况就是什么 是不是有可能要拖党参选 那你如果假设是拖党 不要说拖党参选 他好像不服选 叫大家不要算 你就逃了 是 这个有程度之别 最严重 最严重的就是拖党参选 不然就不服选 那当然我们都希望说国民党 就国民党在桃园这一局 我们希望要把他赢回来 但是我要看就是说 最近几份民调看起来 张参政民调不算差 可不可以说这件事情 如果是做在提名之后 我觉得这个事情 我就算了 就算最后要翻盘要怎么样 那个也是又是另外一个重创 所以我觉得这有点起虎难下 那当然现在主席在美国 我会说希望这段时间赶快 把这个事情赶快圆满的处理 不然我觉得这个恐怕会造成更大的裂痕 所以国民党选情不好 但是我要看就是说 最近几份民调看起来 张参政民调不算差 可不可以说这件事情 如果是做在提名之后 我觉得这个事情 我就算了 就算最后要翻盘要怎么样 那个也是又是另外一个重创 所以我觉得这个有点起虎难下 那当然现在主席在国在美国 我会说希望这段时间赶快把这个把这个事情赶快圆满的处理 不然我觉得这个恐怕会造成更大的裂痕 国民党选情不好 这个是罗志强啊 罗志强说没有公正何来善政 他说他想给张院长第一策就是补证程序正义 他说他想给张善政先看以下三个数字 他说第一个数字是48.9的桃圆人不支持违反程序正义 征召张善政 第二个数字是48.9的桃圆人不支持违反程序正义 征召张善政 第三个数字是48.9的桃圆人不支持违反程序正义 征召张善政 我说你们就给个三十个 我也在那里念 不接不就说了 他说只有13%的民众可以接受 他说这就是桃圆民意 这也和我走在桃圆听到的声音一致 这样我想请教一下民生兄 这也是你的同事 现在不是 现在不是 他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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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还去逃亡买房 才不知道起床 还没打算 我要让大家回忆一下 其实他最开始是说他选台北市长 对 然后号召了百万粉丝 结果他现在辞掉了台北市议员 理当你在台北市选 你总是还是继续在这边服务 结果因为一个和那个四个不同意的公投 四个公投案 他他就是不断的一直在展现他的个人声量 之后输了 他们输了 行脚走到高雄 突然又说要选高雄市长 大家记得吗 结果后来又回来说 又要去桃圆走 我说其实国民党要提名谁 我们这也很难去指挥他 但是从这一点来看 他其实从台北市长 说要选台北市长的时候 你对上蒋万安 他也没有什么积极的动作 说我一定要选台北市长 我提出台北市的愿景 我要初选 一定要两个来对看看 比看看 到了高雄 他也没有说我要高雄市长 我要多积极 然后我要跟谁来比看看 提出对未来的愿景 来到桃圆 我想问大家 他其实有没有提出对桃圆的一些什么 大方向的愿景 难怪他自己也会有党内的同志 会说他连心无可能都写不清楚 地名都不晓得 所以这个就是来了 这就是说他到底是在为了个人声量 还是说他是真的是想要为桃圆市民来服务 你对上蒋万安 他也没有什么积极的动作 说我一定要选台北市长 我提出台北市的愿景 我要初选 一定要两个来对看看 比看看 到了高雄 他也没有说我要高雄市长 我要多积极 然后我要跟谁来比看看 提出对未来的愿景 来到桃圆 我想问大家 他其实有没有提出对桃圆的一些什么 大方向的愿景 难怪他自己也会有党内的同志 会说他连心无可能都写不清楚 地名都不晓得 所以这个就是来了 这就是说他到底是在为了个人声量 还是说他是真的是想要为桃圆市民来服务 所以我其实我是真的替桃圆市民是一个赞扬 一个担心 赞扬是真的谢谢大家选了两届的郑文燦 让大家知道说我们真的绿色执政品质保胜 给郑文燦来一个大大的赞 可是一个担心的就是说 大家现在他们在这边吵吵闹闹 提名 谁来谁去 其实我真的说真的 鲁明哲跟吕玉玲 立委站在他身边 那个议长站在他身边 站在罗志强身边 你怎么知道他一定是想要让他们换 政之后变成罗志强 所以搞不好他们也是为了自己在考量 所以你看他们整合有困难吗 我觉得不容易 因为我相信桃圆现在 除非这个整个局都凑掉了之后 大家想说我都不要算了 不然我让你去算 好 你不离去...这样 大概会是这样的结果 可是我觉得这段时间 我觉得罗议员 罗志强议员 他这一段时间不断地去 你感觉他在换选区 他在换选区 你换选区 你换选区 我也不清楚 很多这种评论 因为他知道只要是朱立伦在 他就一定不会有出头天